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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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有一些客户以前已经交过485 也交过体检了 2018年11月1号以前交的 现在判定 那么有什么样的处理呢 同样如果说从签字到提交申请不超过60天 那么这个体检两年有效 如果从签字到提交申请超过了60天 如果不超过一年 从签字之日起一年有效 所以这样的申请人有的时候485批准以前 可能会收到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会要求再做新的体检 或者如果你去面谈的时候 你算一下 说我原来做的体检已经过期了 你可以考虑做了新的体检待去 这样就可以减少处理的环节和时间 省得在面谈以后 移民局再要求你补充材料 补充新的体检 这样你事先准备好 就可以更早的取得I485的批准 那么如果从签字到提交申请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这样的情况大概很少 但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个表格就无效了 移民局不会接受 不会承认 这个是关于移民体检的有效期 那么总结一下 按照新规定 体检两年有效 但是不能太早做 你可以在交485前夕做 或者甚至在交485以后做 那么怎样来做这个体检呢 你可以在移民局的网站上找到你附近的移民医生 然后打电话去约时间 一般来说呢 做这个体检的费用呢 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报销的 不包括的 那么这个体检表呢 需要有医生签字 然后密封起来 在密封的信封上一般也要签字 另外呢 申请人 本人也要签字 如果是14岁以下的孩子呢 一般来说也要做体检 然后不用本人签字 可以由父母作为监护人 替孩子来签字 这个呢是这个I693的体检 这个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取得绿卡用的 如果是在美国以外 比如在中国呢 有另外的体检要求 这个呢 我们会另外讲到 总体来说呢 我们这个视频给大家讲到 最近的关于移民局的新规定 这个体检的有效期问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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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